7月9日上午,清华大学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领导小组第28次会议在公子厅中停召开 听取疫情防控专项工作组相关情况汇报,研究部署暑期疫情防控等各项工作 陈旭强调,疫情防控不能放松,各单位要继续认真落实北京市二级响应的疫情防控要求 安排好假期值班和工作出差,继续做好毕业生离校服务和暑期教学招生工作 加强假期校园管理,加强防疫物资储备,全力保障师生需求 邱勇强调,各单位要充分利用暑期时间开展队伍建设,调整队伍,调动师生员工积极性 保持学校各项工作平稳有序 相关单位要提前研究制定学生返校工作预案,积极应对形势变化,认真做好招生工作 积极挖掘宣传招生中的感人故事,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有序开展线上线下招生咨询服务工作,按计划推进科研公关相关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暑期出差,毕业生离校,学生返校,校园管控,境外中国籍学生回国等相关工作 会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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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�